交通部观光局公布109年度 全国主要观光游戏据点游客人数 台中市已近4600万的人次 涌夺全国第一 并且较前年度增加了152万人次 成长大约4% 观旅局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说冲击到观光旅游 市府团队推动观光努力 仍然受到国人的肯定 持续借由整体行销宣传 传递台中城市限定的美好 让游客在旅程当中体验台中市独特的城市美丽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台中市府团队齐心协力克服万难成功防疫 成功举办了台湾灯会 疫情期间虽然暂时停办了许多活动 台中市仍趁机加强 旅速从业人员只能提升 也让台中市109年的旅游人次达到全国第一 其实去年我们台中市因为受到疫情影响的关系 所以很多的活动都停办 那但是呢 我们台中市政府 我们市府团队非常用心 就是包含我们的安心旅游 包含我们的安心旅游 以及后续疫情解封之后 各项的活动推广 还有工协会的合作 那在这些部分我想当然还有年初的这个中央2020 台湾灯会的顺利举办 那对于为我们台中的这个观光 推动发展都创造了很不错的效益 交通部观光局公布109年度 全国主要观光游戏据点游客人数 台中市已近4600万人次荣灯全国第一 并较前年度增加152万人次 成长了约4% 借由整体行销宣传 让游客在旅程中体验 台中市独特的城市魅力 民众心里呢 因为受到疫情的这样子影响的关系呢 渴望到户外去强健身心 然后舒展压力 那刚好又遇到这些活动 然后疫情解封之后大家比较放心 那再加上我们台中市政府 在防疫工作上面 让民众感觉到说有落实 各项景点的消毒 防疫都很积极 那所以民众比较放心 就到我们台中来安心旅游 市府官旅局表示将持续提升 台中市观光油气品质 及软硬体建设 透过户外节庆活动 有效新游客来台中观光 使观光游客人次再创新高 持续擦亮台中观光首都的品牌 记者杨宗环台中采访报导